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史學堂ETF全球投資報 我是主持人廖大偉 在我左手邊呢 是財經專家林辰英 林辰英雄 大家好 今天呢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這個能源股 尤其是最近的巴菲特開始去炒底能源股 能不能請辰英雄幫我們說明一下 未來這個能源股要怎麼樣做投資 是 這個巴菲特他著名的投資的名言 就是說別人恐懼的時候貪婪 你們都說能源很差很差 那結果在這個時候他就出手了 這個是播客下的一個資料 那麼巴菲特他買了煉油企業 他的一個價值45億美元 45億美元 我們這樣聽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你算一算這新台幣1000多億 1000多億喔 1000多億下去炒底了 那持股比率的話一下都10% 在台灣的話10%就叫大股東了 沒錯 對 然後他這一波的炒底 可以說是炒得還蠻積極的 當然這個就巴菲特來講的話 他投資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的價值低於他的價格很多 而且這家公司他還有特別的技術 就是所謂的護城 我想我們可以持續的去做觀察 是不是真的這種的企業底部 慢慢的浮現 那接下來呢 再請陳英雄幫我們介紹 現在投資能源 有哪一些ETF可以供我們做選擇 對 能源的ETF的話也說起來還蠻多的 像這邊的話就有提到說呢 有不同公司發行的ETF 好像SPDR的XLE 這個大概是最大的 最多人買的 能源類股 那麼另外呢還有Vengar 就是先鋒呢 他所發明的 他所發行的能源的類股ETF 接著還有比較特殊的 像這個業主有限合夥的指數的ETN 那麼最近這幾年呢 那麼ETF跟ETN的話 大家都把它歸類歸在一起 都是一種的這個發行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麼在下一頁我們來看一下 下頁的部分的話就有分成什麼 磚油啦 那麼生產啦 能源啦 或者是說石油服務啦 那麼磚炭的話 我們知道說磚炭也不一定說一定有油 那底下的話你有油的話 你就開始需要一些服務 你只要要磚他就要給錢啦 對不對 沒錯 對 就是說有的是軍火供應商 那有的是打仗的 那有的是負責收拾殘局的 是啊 但是這裡要說明一下就說呢 這個ETF ETN這種的金融工具 我們剛剛修正一下 不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就是金融工具呢 那麼它是現在這幾年我們提過說 越來越盛行的一種工具 當然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 欸 這巴菲特去抄底能源股 是的 那麼既然 巴菲特會抄的公司 是不是很值得去留給公司 那這些ETF到底買了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沒錯 我們用最大的那一檔 哇 最大的那檔 我們剛剛講到XL1 那麼XL1的話呢 我們看到在它持股裡面 就是這一檔啦 對 3.12% 裡面就有這個FILIP 這家的公司的話在裡面 你看第一的話呢 就是埃克森美孚 那第二的話呢就是雪佛蘭 這些都被罰過錢 對 但是大家都看到 這些你們如果不熟悉沒關係 只要你去Google 它大概都是全世界 超級大的石油怪物啊 對 就是從 煉油廠 從原油的油井呢 一直到加油站 通通都包的這種大怪物 都是在 通通在裡面 所以喜歡抄底的朋友的話 倒是可以去留意一下 能源型的ETF 或者是它個別的公司 本期的能源ETF就到 幫大家介紹到這邊 下集再會 謝謝